新鲜的大蒜出来了 今天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 用的这种纸皮的大蒜会更加的香 我们先将大蒜给处理一下 将它的外衣扒去两层 再用小刀将它的底部给去掉 依次将所有的大蒜给处理好 然后倒入大盆中 加入清水给它抓洗干净 地上面有泥沙的话 用剪刀给它剪一下 多洗两遍 将里面的沙子彻底洗干净 两斤的大蒜放入到碗中 加入40克的食盐 加入清水 刚刚慢过大蒜就可以了 然后将大蒜浸泡最少10个小时 再准备500克的清水倒进锅里面 加入冰糖300克 大火烧开 再加入500克的米醋 9度的米醋 再次将它烧开 水开之后煮两分钟关火 然后倒进大碗中放凉备用 已经浸泡好的大蒜 我们将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酿好的大蒜表面摸起来是干的 然后将它放进用开水烫过的容器里面 容器一定要擦干 再将放凉的糖醋水给加进去 这个水的量刚刚好 刚刚慢过大蒜 然后给它密封 用盖子盖起来 放在阴凉处闭光 一个月就可以开始食用了 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天 多吃一点可以消毒解暑 喜欢的朋友就跟着一起做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